各位朋友大家周末好 又到了每个星期五 安心投资社群和大家如约相见的时候 那又到了这个11月份啊 相信大家有很多人都在准备圣诞的这个活动 包括圣诞的准备和礼物 那不知道大家的这个下半年到年终岁尾的时候 会有哪些投资总结或者一些感受 然后我们更好的去总结今年 然后去展望未来呢 那今天的这个社群活动 我相信今天我们的发行人David 以及我们的好朋友 还有如约守候和准时出现在 我们这个直播间的朋友们 一定会有很多的这个感触和很多想法 想要跟大家来互相的沟通 以及互相的来交流 那在这个节目开始之前呢 还是老样子 我们首先呢来了解一段 我们的新的一期学堂百科的一些知识 同时呢在这个播放的过程当中 也了解一下我们明天安心投资 明天安心的这个学堂 为大家准备的哪位专家进行的讲座的知识 也同时呢用五分钟的时间啊 时间不多 大家来了解一些科学一些概念 然后呢我们也等一下亲近的朋友 好的那下面欣赏我们的这个学堂百科第九期 世界房价暴跌时 大家好欢迎走进学堂百科 楼市是不是永远之涨不跌 很显然不是的 比如美国 虽然是全球第一强国 但美国是近代以来房地产下跌次数最多的国家 以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为界限 美国的房产周期规律 划分为两个大的时期 从美国联邦政府1800年开始出售土地 一直到1944年 美国房地产市场的规律极其枯燥 差不多18年就会经历一轮房产泡物 其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 是1929年大萧条 股市刚崩盘的时候 曼哈顿的房价一度暴涨62% 随后又迅速崩盘 截至1933年底较最高点下跌了50% 美国全境房价下跌约31% 1944年之后 美国整体国运昌隆 房产市场虽然在1980年 -2001年之间有四次小幅波动 但都属于前面定义的房价调整 整体经历了数十年的增长期 2006年7月 美国的房价从高点开始崩盘 截至2012年2月处理 全国范围内名义房价的平均跌幅 达到26% 当时美国有大概三分之一的房产 处于严重负资产的状态 尤其是2008年雷曼兄弟倒闭的时期 连续几个星期 曼哈顿的房产机构都没有一笔声音 010年 美国近290万处房产收到了收楼通知 占到了美国所有房屋的2.2% 一直到2017年 这一比例才回归到2006年之前的水平 虽然没有美国18次崩盘这么夸张 但是英国也经历过三次房价崩盘 但这三次都集中在过去的45年 这三次崩盘的原因 一次是1973年的第四次中东战争核派 持有禁运引发了经济停止性通货膨胀 使英国终结了长达20年的经济繁荣 房价在10个月内暴跌了约16% 第二次是1989到1993年 老森热潮的房地产泡沫破灭 英国的名义房价下跌36% 实际房价下跌47% 房贷利率上调至15% 采取浮动利率贷款的业主陷入到绝望当中 整个1993年 大约有160万人处于负资产状态 相较于英美连续多轮的房价崩溃 多州则是被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一波击溃 截至2018年底 经过了10年房价的恢复 希腊的房价仍然是最高峰的57.93% 西班牙是巅峰时的66.43% 即使是近些年增幅破10%的爱尔兰 房价仍然只有2018年的86.18% 在08年的全球金融海啸中 最大城市都过了 三年时间房价下跌了56% 公寓价格下跌超过62% 1995至1997年间 相较而言 菲律宾 泰国 印尼则都是近些年才在中国投资者的热捧下才逐渐回来 菲律宾的豪华公寓的名义价格曾经一度上涨了63% 实际价格增长了46% 在1997年至2004年的房价暴跌潮中 豪华公寓的名义价格下跌了34.4% 实际价格下跌了56.2% 截止到2009年 虽然名义价格高于1997年 但菲律宾的实际房价仍然比当年的峰值低48% 泰国也是类似 截至2009年第二季度 泰国的实际房价比1992年的峰值低34.2% 而东亚和东南亚 唯一一个例外只有日本 1992年泡沫破裂以来 日本房价一直下跌到了2009年第二季度才跌至谷底 直到2018年 实际房价仍然比1991年的峰值低39% 回过历史 房产投资终究是一项风险高的方式 如果想要利益保障最大化 还是应该多元投资 未雨绸缪 做到生活方式全保险 如果觉得今天的学堂百科对您有帮助 不要忘记点赞 评论 同时欢迎关注学堂百科油管频道 下期见 安心学堂免费系列知识课程 北美西部时间 每周六晚六点与您相约 不同的主题和内容 同样的精彩与收获 一次报名 终身享用 每期讲座还有诱人的抽奖环节 实惠的礼品卡等您拿 奖品封厚 中奖率高 每周六晚六点 安心学堂不见不散 安心学堂 好的 开播了 好的 特别感谢大家的这个关注啊和参考 那也通过我们刚才的这个学堂百科呢 大家也了解 其实这个房价暴跌不是一个国家 或一个地区的一个事情 它是一个整个全球化的一些共性 和一些普遍存在的一些现象 所以呢 呃在明天的时候呢 我们会邀请从业十八年 有签建案例的这个画墙律师 他是拥有美国加州律师职业资格的 这个律师哈 然后呢他会给大家通过这个真实的案例 来指导房东们如何挑选房客 签订租赁条约保留证据 利用不同的法律依据 去赶不良的房客 所以在明天的西部时间晚上六点 东部时间晚上的九点 欢迎大家参加我们安心学堂 如果您之前有报过名的话呢 也欢迎关注那个您的这个邮箱链接 或者呢直接扫描这个相关的二维码 以及关注我们的油管频道 都可以去来学习和了解我们的这个更多的这个信息 好的那相信很多朋友已经迫不及待了 想了解一下今天的这个新闻和一些回顾 那下面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我们的发起人David 让David来做我们今天的这个美洲复盘 这个投资社群啊 其实包括我们讲的很多 大家都知道好像我很能讲 好像我说有很多很多的故事 其实呢就是一个学习 我在去年进入股市的时候 真的是一种比较 莽撞的这么一种 这么一种心态 以为自己很聪明 我自己以为自己数学好 我能算清楚这个我能赚钱 是然后刚一开始的时候也真赚了 再往下呢就出现了一个 我自己真的没有自己的投资策略啊 等等等等问题啊 我们从我这投资社群开开播到现在 也将近快有半年的时间了啊 我为什么坚持还在做 包括现在目前的可能出来分享的朋友的 也不是那么多 但我为什么还在继续继续做 真的受益最大的是我自己 所以我也希望啊 更多的朋友能够出来分享啊 那我们现在就 如果大家没有更多的人 愿意来分享关于美股的事情呢 我们就进入下个阶段了啊 但今天来讲呢 本来是安排那个顾俊成呢 给大家来进去的这个 关于那个加密货币的这个 生存指南啊 但这个下一个系列呢 我们想请顾俊成呢 就不讲原则了 因为上次还给大家讲了关于风险啊 包括一些热门的领域啊 但是来讲呢 更多的朋友呢 对加密货币呢 可能来讲还属于一个非常初级的阶段啊 可能甚至没有账户 没有任何的仓位 那我就希望呢 就是把美股投资中的一些 早期要准备的一些事情啊 我今天就在这里啊 总结了一个加密货币的投资的投资的一个期决啊 那第一个来讲呢 就是说建议大家在刚一开始阶段啊 闲钱投资 如早期股票投资中啊 也是一样啊 在你刚刚学习一件事情的时候啊 用闲钱投资 第二个呢 从长远看 你要做长线投资的一个打算 我们后面再讲啊 就关于这个 到底现在目前的这个比特币啊 包括一些热门的 加密货币的这一些热门的一些领域啊 比如说源于最近非常火热的 元宇宙啊 NFT啊 DeFi啊 各种各样的公链啊 以及来讲呢 还有什么稳定币了 还有呢 最近上两周前啊 刚刚上市的比特币的这个ETF啊 这一话题呢 我们要讲起来是没完没了的 我为什么其实每天要花很多的时间 去总结这些东西呢 我觉得最好的 其实来讲就是在学习 学习的过程中 你可以不断的明白 然后对并对自己的投资计划呢 呃 才能制定出来 那第三一点呢 就是讲到的 就做好投资计划之后 并严格执行 那 比如说我现在有什么 对对这个加密货币投资 我有什么一些这个呃 计划呢 我讲了几几个几个小的一个 小的要点吧 第一来讲你可能要知道 呃 什么是主流币 另外一个呢 什么是热门行业 就刚才我讲到的一些话题啊 比如说呃 大家如果是看到一个币非常火 你知道他为什么火呢 他原因呢 为什么呢 那进入很多资金 他进入了很多的一些热门的话题 但是 是为什么 你还是要搞清楚啊 另外一个呢 就说 避免一些啊 Rockpool 呃 很多的朋友都不知道啊 那些真正在加密货币啊 赔的最惨的是什么呢 就是进入了一些所谓的一些 嗯 根本就不是做加密货币的一些 呃 一些所谓的一些币啊 他们进来的就是来卷钱的啊 呃 比如最近曾经上周我也讲到过的鱿鱼币啊 鱿鱼币啊 鱿鱼币来讲呢 呃 他应该这么说吧 他从刚开始来讲 就是一些非常聪明的一些啊 虽然不是什么大人物啊 他非常聪明 他利用这个现在目前热门的这个词啊 就造出了这么一个所谓的白皮书 但是本身来讲 他根本就没有团队 没有任何的在区块领域的一些发展计划 于是呢 投进去的人呢 很快就会被他们的钱吸走了 当然了 本周呢 又发生了一些事情啊 我们所以来讲就是说 币圈呢 还有投资圈呢 就是你要讲的故事没完没了 鱿鱼币在跌回原型之后 他还没有死 呃 在跌到了小数点之后 四个零以后 据说鱿鱼币又活了 原因是什么 还有一些不甘心的人又进来赌博了 鱿鱼币的交易额又超过一亿美金的一天了 呃 然后很快呢 从四个零啊 变成了两个零 甚至会变成一个零 甚至变成了 就甚至又回到一块钱以上了 没人知道 但是你一定要自己清楚 就是这些炒作 它是没有任何的价值之说的 就是一种赌博 如果你是觉得就是来做赌博的 那你做好赌博的计划 而不是投资计划 这一点也是我希望大家去明白的啊 热门的东西非常多 但是 为什么热 要搞清楚啊 第四一点 记录你的补仓价格和仓位 第五一点啊 不断学习投资自己 那我 我觉得来讲啊 在进入加密货币的一个 这个 这么一个投资领域啊 我真正的认真的去学习 也就是最近一个月的事情 所以大家不要觉得 好像我有很多很多的经验 讲实话没什么经验 我跟大家都分享过 我的我早期投资加密货币的经验了 早期我我在八千块钱买的比特币 当时觉得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投 反正就大家买了 就我也跟着买一点 后来就一两年也没看 但今年后来打开仓位的时候 一发现啊 有些加密货币的钱包 我已经找不到密码了 因为换了手机之后啊 大家都知道啊 这一点也提醒一下啊 如果早期投资加密货币的朋友啊 记住了一点啊 如果你没有硬钱包的情况下 如果你是靠软钱包的 你又没有把这个所谓的密钥记住啊 密钥就12个关键词啊 如果你没有把它记住的时候 你钱包真的会丢的 我当时是放在我的一部 没有更新的手机里 后来这部手机换掉了 我发现很多东西都找不到了 我的有些加密货币也找不到了 所以这个大家能 真的是反正就是我早期的一些经验教训啊 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啊 但我最主要想分享的就是一个 真的要不断学习 你不断的学习才能够真正是投资自己 第六一点啊 就是逢低加仓 大跌大买 小跌小买的一个事情啊 上涨装死 这个呢在近期的市场 我敢这么说 因为如果是在加密货币领域啊 已经混了时间比我更长的一些朋友都知道啊 有的时候 比特币大跌的时候啊 你可不要加仓啊 那你可要找死了 比特币一天跌一万 这种事情 大家如果关注比特币的价格的朋友都知道 最近这个随着这个比特币的这个ETF进入市场之后啊 大家还发现有比特币突然一天跌一万的情况吧 好像这种情况已经不多了啊 不是不多了 从来没还没出现过 这两天的币市呢 应该这么说呢 是在 稳定回调这么一个状态 在这个阶段呢 我其实在群里 加密货币群里啊 跟大家简单的分享一下 我近期的一个策略就是说 风高呢 我会 我会把 本金收回 然后留利润仓 继续观察 有时候呢 我觉得有些币已经涨得太离谱了啊 包括我最近也遇到了一些币啊 虽然还是比较热门的币 突然一天暴涨两倍四倍的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不太理性 它也不可能继续涨下去 于是我在它涨两倍四倍的时候 我就把它卖了 我连 我连那个 本金啊 我连利润仓位都没留 所以这个时候啊 高的时候要抛 低的时候要赶加 这个是我最近给大家能总结的这么一个经验啊 原因就是说 现在有比特币的ETF接单 所以我最近稍微有点胆子有点大 上周达到比特币达到高峰啊 就68,000左右的时候 我抛了不少 大概抛了最多的时候 可能仓位已经空到百分之四 空了百分之四十出来 但是 我还没有那么神预测 当时有人甚至来讲 说今天的牛尾巴会甩到 比特币会甩到你十万美金以上 我总是怕失去这样的机会 所以也没敢甩掉的太多 但是来讲的稍微理性一点的 就是高位我适当的抛掉一点 最近这个连续一周左右啊 一直在回调的这种状态呢 我就不是特别的害怕 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说 我又把现金放到这个预备仓里了 所以就是不断的还可以去应付 至于要不要什么时候 我要增大一些投入 到目前来讲呢 以我以往的经验啊 就是头脑一热啊 一做的比较好的时候呢 我就喜欢加仓 加倍 甚至加两倍 加四倍 加五倍 今年反正我就谨慎一点吧 我觉得投资是一个很长的事情 目前这点钱呢 我再赚多少呢 也不能让我财务自由 对吧 我也没指望靠投资加密货币 能靠能去做财富自由 因为这个很多年轻人可能是这样的啊 因为我的年纪 我觉得我也不是需要一定要冒这么大风险的时候啊 所以我个人来讲啊 现在是这么一个这么一个策略啊 当然属于比较保守型的啊 最后一点啊 就是不要投自己看不懂的东西 比如说最近啊 我关注的币最多的时候有将近达到20种 你说我都懂吗 我开始有些看不懂的 然后他走的趋势呢 不太好的 我就开始把他 有机会的时候 我就把他平仓了 只要不黑钱 我就把他平了 原因是什么呢 第一你关注的币太多的时候呢 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啊 就是有时候会分心 好 我关于加密货币的投资的这么七个要诀啊 就给大家讲到这里啊 我在这里呢 就希望有这个在加密货币领域投资的经验的朋友啊 那么这个时候 请大家出来给大家讲一讲自己的经历呢 有没有谁愿意来分享一下 我稍稍等一下大家吧 因为那个我知道这个可能分享呢 是一件大家觉得 就是我讲了讲的不好 会被人笑话 对吧 大家真的不要有这样的顾虑 其实我真的说实话 我在美股啊 包括投资领域 我真的不是一个什么高手 我都敢讲 你们有什么不敢讲的 有没有朋友愿意出来分享一下 哎呀很遗憾 没有人愿意分享吧 那今天就这样子吧 我们 就不用比较短的一个时间啊 今天我们就不讲一个小时了 因为我希望给大家留一点时间啊 让大家分享一些 嗯 就是 不同人的 在加密货币领域的一些 嗯 这么一些经验啊 大家可以从不同的角度 看到这个加密货币应该怎么玩 但是今天如果没有人愿意分享啊 我们今天就 因为我刚才给大家讲到了 很多很多的一些 可以学的地方啊 嗯 我 我其实来讲 我还打算跟大家一起分享的 有这么几个话题啊 第一个可能重要的话题啊 就是最近 这个比特币的这个ETF 比特币的ETF 带来的好处呢 就是比特币现在有点 不会出现巨幅的大跌 但是未来会怎么样 不知道 嗯 因为比特币的ETF 现在建立的时间还比较短 另外的近期呢 据说还会有更多的比特币 ETF进入市场 这样呢 会带来更多的资金 所以呢 我在未来一段时间呢 我整体来讲 对大盘的 对这个比特币的这个 大盘啊 我还是 谨慎看多的这么一个一个角度啊 呃 可能比那个 爱人顾啊 欧比顾俊成啊 稍微的稍微的 应该说啊 乐观一点啊 因为我个人来讲啊 因为我是小卧投资 所以对我来讲的压力不大 而顾俊成可能他 因为他在币圈的这个投资量比较大啊 他已经吃到足够的利润了 所以来讲 在牛市的 他一再提醒啊 牛尾巴的 牛尾巴效应啊 这是要注意风险 嗯 那我今天讲 讲到另外一个话题呢 就是说 我刚才讲了啊 现在币圈 其实可以有很多 可以学习的 一些热门的一些领域啊 还有在币圈投资里呢 必须要了解的一些东西啊 第一呢 刚才我讲到就是ETF ETF对大盘的影响 第二个呢 就是很多的一些主流币 什么叫主流币 大家可能要清楚一点 就是说比特币 当然大家都知道比特币了啊 只要在数字领域啊 数字加密货币领域啊 打算投资的朋友 肯定要知道 比特币要去干什么的 对吧 第二一个呢 就是说 第二大的主流币呢 应该就是ETF 就是那个ETH 那ETH就是以太坊 那以太坊呢 现在作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供电啊 它的投资价值 很多的观点都是认为 以太坊在未来的投资价值 要远高于比特币 这个是第二个主流币 至于来讲 还有什么主流币 我觉得目前啊 我还没有把任何一个币种 作为主流币 当然很多跟以太坊相关的一些币种啊 比如说EOS啊 ETC啊 还有很多的一些大的平台啊 比如BNB啊 火币啊 等等等等啊 包括甚至股票里的Coinbase 这些也都属于主流 但是呢 我觉得来讲啊 如果谈到主流币 那就是首先要搞清楚 以太坊 以及所谓的以太坊的 未来的发展 以太坊2.0是什么 以太坊呢 现在目前挖矿的所谓的就是已经不给矿工啊 以这个币来作为一个报酬了 所谓的出现了Gas fee又是什么 等等等等啊 这些东西啊 我希望大家就是说可以关注去任自己学习啊 当然也可以我们呃 形成一些小组啊 来进行讨论 我看这里有一个朋友留言啊 比特币挖矿啊 超费电 是否影响他的主长期主流币的这么一个位置啊 呃 这个朋友呢 啊 王金融啊 那个我觉得这个话题呢 其实是一个很老的话题了 呃 肯定是影响的吧 呃 比如前一段时间比特币为什么涨不动了 最主要的原因可能来讲一个是 可能主流的主流资金想入上车吧 上车的时候 大家知道主流资金啊 如果想上车之前会经常干什么 就是制造一些各种各样的新闻啊 然后把这个整个的价格先砸下来了 那前一段时间呢 应该说主流资金是不是也开始上车了 包括呃 比特币的这个呃 ETF啊 就这个叫那个BITO啊 BITO上市之后呢 呃 就带动了就是现在目前的这个比特币呃 现在目前市场的一种相对的稳定 这种稳定是在过去一两年中啊 我难得看到的啊 这个我想下周这个 顾俊成啊 刚才讲到顾俊成啊 顾俊成这个今天的是因为特殊的一个原因啊 他突然生病了 突然生病呢 他说还是希望让他休息一下 休息一周啊 这样子呢 他能把内容的总结的更好一点 所以这周呢 我是其实到了昨天啊 前天我才知道他本周五讲不了 我本来想把这个这个加密货币的时段 我想就把它切掉算了 我说我我老讲了 好像有点 我自己都觉得自己有点烦了 就讲那么多 好像你多懂似的 嗯 但是呢 今天呢 我觉得就是说 呃 就想跟大家聊聊吧 因为今天 最近我在那个群里啊 看到很多朋友都在聊啊 对加密货币真的好像目前挺关注 那又什么都不明白 所以今天我想就这个话题吧 呃 就是你要学习的主要几个概念啊 第一个来讲就是呃 现在目前整个的一个大盘 以及比特币的这个ETF 给大盘带来影响 第二个就是什么是主流币 第三个话题呢 就是说现在目前加密货币领域 投资里头的一些热热门的领域 那今天呢 其中我就讲到了一个领域啊 就是Metaverse Metaverse呢 因为随着Facebook的股票啊 在过去的这个 这这这最近这个半个月吧 大家可能都听到了很多很多故事啊 但是元宇宙到底是干什么的 呃 很多朋友就知道啊 跟游戏有关系 但是这游戏的玩意是怎么能赚钱呢 未来在他这个 这Facebook神经病吗 突然一下子说要去搞元宇宙了 就因为说广告的收入现在下降了吧 呃 我们今天呢就想简单的啊 讲一讲啊 就是元宇宙 那扎克伯格在这个 他有一个在Facebook上有一个很很著名的 12分钟的这么一个视频啊 他所强调的关键的一句话 就是啊 Metaverse是干净的 企业化的 但是说实话的 但是说实话呢 这个不是扎克伯格说的啊 是德国之音的一个呃 一个这个做的一个视频啊 他说这个Metaverse很逊 那我们今天就来看看啊 那个这个发表这个观点的人啊 嗯 为什么他说这个 为什么他说这个Metaverse很逊啊 哎呦我看这个能不能把它拉大一点 好像我不知道怎么把它拉大 它能听见声音吗 哎怎么这个打不开呢 啊 可能我要我要这样子啊 我把它拉大一点啊 哎 好 这样子应该是足够大了 我来把这个视频给大家放一下啊 这个一个屏幕这样子就 互相的干扰 so this metaverse looks pretty sweet right that's because it's not actually facebook's metaverse at all metaverse well it looks kind of plain so why 有朋友说听不见啊 我我来看一下啊 这个视频分享里头 是不是有没有分享声音啊 等一下啊 嗯 比较复杂啊 好像I can't hear 有人说能听到 有人说听不到 那应该就说至少是有声音的是吧 我把声音稍微调大一点啊 每个人都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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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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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宇宇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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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学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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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